五十多年来呢 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这么两个大国 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想改变对方也是不切实际的 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我还是那个看法 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前的问题 这个地球融得下中美两国 我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记忆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 这是客观现实 但是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完全可以超越分歧 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知道 我坚信的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和总统先生是中美关系的掌舵者 对人民对世界对历史都担负着陈甸甸的责任 我期待今天